月前,特斯拉Model S Plaid在纽伯格林北环赛道以7分25秒231的圈速成绩 成功刷新了量产纯电动车的最快单圈纪律 这圈速一出来,不少车迷直接惊呆了 你要知道,这成绩比保时捷TICON上一次创下的记录整整少了8秒 特斯拉Model S Plaid拥有三台碳纤维包裹的泳磁电机 采用四轮驱动形式 最大输出功率超过1020马力 零百加速时间仅需2.1秒 最高时速更是达到了322公里每小时 当然它拼得不完全是蛮力 还有它的综合调校性能 确实特斯拉Model S Plaid这款车具备了很多人所需要的特点 可以说是各方面都很出色 各方面都展现出来了非常高的水准 更重要的是,它的整体设计也非常的不错 这也是大家喜欢特斯拉的主要原因 当然,由于特斯拉造车理念和别的车厂不一样 所以在特斯拉Model S Plaid这款车上 经常会有很多奇特的争议 正如马斯克所说 前人怎么做我完全不在乎 我要用我的理性思维走我自己的路 最后实现的就是要超越自己 在四月中的路上 几岁和别人干净 几岁和别人干净